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今天早上審查 民進黨版本的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 國民黨方面希望能夠等到行政院版本 送進委員會之後再併案審查 所以提案散會 結果引發了兩黨爭執不休 爆發口角衝突 而就在雙方炮火四射的時候 剛好碰上了地震 民進黨借題發揮 說核四真的不安全 民進黨籍的教育委員會 召委政立軍將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 排入議程 會議才開始 國民黨就提案散會 隨本席建議委員會 今日不宜單獨做民進黨團 所提出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的審查 請委員會能夠同意 今天的議程不宜進行 本席以及國民黨團建議散會 隨即展開冗藏的程序發言 國民黨立委孔文集指控行政院版 非核家園草案 被在野黨封殺 引爆第一波衝突 連續被在野黨破決了兩次 所以才造成 才造成今天有意識干擾 造成有意識干擾啊 對不對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罵 國民黨是賤人 加上民進黨舉牌抗議 引爆第二波衝突 賤人啊 就是矯情啊 賤人就是矯情 明明就是要支持續賤的 明明就是要永和的 卻在這裡啊 賈非核 你來啦 你擋住我們的視線 對不起 林淑慧委委員請你尊重委員的發言好嗎 我已經講三遍了 好不好 我已經講三遍了 好不好 我已經講三遍了 好不好 正當朝野爭吵不休 地震突如其來 把立委們嚇了一跳 核四場蓋了二十幾年 換了爆上那麼多個 可見核四場是危險的 這裡就可以感受到這個地震 教育委員會上午一事無成 實質討論不多 朝野仍深陷程序發言 看來藍綠不但對核四續建與否仍有席見 對於非核家園推動法 一時之間也很難取得共識 UNN TV賴尾聖李光宜台北報導